嗨 各位 歡迎來到新的VLOG 今天是一個禮拜天的早上 然後現在天氣非常早調 今天跟大表姐約了要去拍我們 秋天的幫對方買衣服的挑戰影片 然後呢 她剛剛就已經搭了前一半地鐵線走了 因為我沒有趕上 所以我必須在這個月牌再坐10分鐘 但下一台車因為中路車很舒服 然後我現在嘴巴好痛 裡面就是有一個被我自己咬到的過程 我跟她會合了 今天雨超大 這個天氣 她等了我45分鐘 然後我今天因為為了趕上她搭那班車 我沒有帶雨傘 你剛剛有講說這個紐約地鐵的故事嗎? 沒有 就是我出門前30分鐘 我就跟她說等一下搭49分的車 我上車就跟她說49分我真的就上車 然後我跟她說我快到了 你最好趕快出門 然後她就說 我的車要進站 你在哪 我就說我在跑步 我真的是在狂奔 你知道我今天就是粉底亞超快 紐約的車沒有像台北捷運好不好 不是 是只有你們家那條 我在等車的時候 因為我背後是喜好線 喜好線一直來 一直來 一直來 我等到N 我等到N 就真的20分鐘 就是很準 你需要她準的時候她就不會準 你不需要她準的時候她就超準 我們現在就是在多雨的途中 然後喝了一家非常好喝的咖啡店 這家店很好喝耶 有一段時間我們兩個很愛喝拿鐵 就是2017年之後 我們長大之後就開始喝黑咖啡 可是我們跟她一喝就說 欸這好像那時候我們還在喝拿鐵 你跟那個某個前男友在一起那段時間 她說你為什麼要一直擠呢 我跟你講 我跟那個前男友在一起時間超短 但是我們兩個超級喜歡吃那位前男友 我沒有很喜歡吃 因為她就是很引爆我的生活 那段時間就是我住在波士中 我常常下來找她 然後每天都要跟她講電話 等她講完電話都是下午一兩點出門 然後出來喝一杯熱拿鐵 希望她現在過得好 你真的希望她現在過了好不好 我很喜歡她現在過了好不好 我怕她現在過了好不好 剛剛在SOHO買完我們老賺的衣服 現在回到她家想要先休息一下 她現在要蒸饅頭給我吃 你每次在我家都在吃饅頭 對 Jeter最近好像瞎了 所以你要碰她的時候都要讓她知道 你即將要摸她 給她一個警告 她才不會嚇一跳 像這樣子 Jeter Jeter 好可愛喔 跟大家更新一下Monkeypox第二季 一天之後的狀況 總超大的 我們拍完MyE挑戰 累得要死 各位她真的是史上最累的Youtuber之一 我們今天不是各自去逛街嗎 她現在要講Airdrop 我們今天各自拍的影片給我 結果她兩段影片給我錄到縮時錄音 我剛剛想說為什麼只有1秒1秒 然後你看就是她拍給我的東西 悲劇差點重演 這我真的不會回去拍 你看你看這是鎖匙 真的還好只有兩段還是可以用 但是就勸告就是大家以後如果是幫忙 翻一下剪片的人或什麼的 就收到東西馬上先很快速的檢查一下 我會先檢查才給他們好不好 妳是不是只有跟我會發生這麼雷的事情 對啊 到底為什麼我好奇怪 這個Vlog應該還是會比那個影片早上傳 請大家敬請期待 結束馬路的一天就是要吃火鍋 嗨各位我現在剛下班 我現在要去做一件 其實好像有點久沒有在頻道做的事情 就是呢 我要去剪頭髮 所以我現在一講大家才發現 喔很久沒有在頻道上面剪頭髮 是不是其實還蠻想念的人 沒錯這就是飢餓行銷 沒有啦我沒有故意不拍 就是之前剛好幾次就是沒有帶相機 今天我們要去劉威的Haraway 找Nekol剪頭髮 然後我現在其實頭有點痛 因為我今天背其他寶寶 不然我所有寶寶裡面應該都有頭痛藥 我剛下班就是去買一個頭痛藥 我現在吃了 希望大家可以考太好 那不要喝說 我們吃劉威的法吧 好的我們現在在上帖 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臉在大鍋裡 覺得我應該是對我剛吃的那個頭痛藥過 馬上在五分鐘內就掌握很多喝的這種 像蚊子咬的東西整個臉都吃 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個 皮膚過敏的人 你要從好到爛可以多快 是不是很均勻 但這種通常還好 這種東西比較直性的 雖然現在看起來很可怕 我也不知道它會發到什麼時候 可是通常幾個小時之後 就會好很多 我已經習慣了 我知道我在影片裡面 從哪個皮膚中央看起來 就上上帥帥 其實其實是多的小 謝謝 掰掰 弄完了 頭髮帥帥的 但臉爛掉了 可是其實現在還好 就是這種東西很即興的 大家不要覺得很恐怖 它就是還是一顆一顆的 但它其實已經開始消了 通常這種很即興的 很像蚊子丁的好處就是 它一兩個小時內它就會消失 然後就會平掉 我還會長另外一種過敏 就比較像是痘痘型的 那種就比較煩 Anyway 皮膚天生很好 跟膚質很穩定 用什麼東西 吃什麼東西 都不會過敏的人 你們真的要珍惜好嗎 你們真的是上輩子有燒好香 趕快回去感謝爸爸媽媽 幫你們生了一個這麼好的皮膚 OK 那也不是說我不感謝我爸爸媽媽 只是就是你知道 有一好沒兩好 That's lif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這個蘭蔻的超激光火炊精露 也就是所謂的激光水 我自己本身使用這個東西已經剛好 這個月是兩年整 因為我剛剛回想了一下 第一次收他們邀約就是2020 第一次在疫情中回台灣 就是10月的時候 所以現在是2022的10月 真的是剛剛好整整兩年 我之後自己大概回購了三四次油 所以我真的是真的把三四罐這個大小的激光水 完整的用完 還有一次去露營 我唯一帶的保養品就是蘭蔻的激光水跟小黑瓶 因為我覺得這兩罐就可以打天下了 加上前面的片段已經直接演給你看了 我就是一個超級容易過敏的人 常常五分鐘之內的臉就爛掉 所以任何可以讓我肌膚穩定 不會刺激到我皮膚 讓我整個臉壓起來的產品 我都覺得已經心滿意足 真的很感謝 激光水就是其中一個 不會讓我臉產生很極端反應的產品 所以我非常喜歡它 在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它的成分 它的成分是97%的激光酵素複合精華 加上3%的天然脂脆精油 可以讓肌膚氣質光滑 毛孔跟粉絲明顯的改善 淨膚的效果 然後還有加速你的肌膚的代謝 可以修護你的肌膚 同時因為它裡面有精油的成分 可以加強保濕的作用 大家可以看到我之前用清水洗眼完就只有用它 這其實就是我平常的保養程序 我保養程序非常少 因為我真的很怕我的臉過敏 產品一多疊加起來 反而有時候會有反效果 所以我在選擇保養品的時候是非常小心的 再來呢 就是它裡面有這根有沒有 仙女棒 瓶中的這個專屬的仙女棒呢 有獨特的氣泡效果 它可以瞬間打造非常細緻的精華小泡泡 能夠加速肌膚的吸收 舒適不黏膩 大家可以看我現在皮膚其實沒有很完美 因為就是我前幾天就有一個很嚴重的過敏 As you can see 然後就是最近天氣在變化 換季中之後的皮膚就是奇奇落落 我其實就是一個瑕疵 你們現在肉眼看到就是一堆有的沒的東西 就像這邊 之前過敏退掉之後 那些紅紅的地方也都還在啊 然後有時候就是臉摸起來沒有很滑 就是一些複複的一顆一顆的東西 但是如果我覺得我沒有用這些東西的話 會更慘 就是它真的可以幫助我穩定我的肌膚很多 那使用方式呢 就是我平常就是會把它搖勻 然後當它裡面其實很多泡泡的時候 我把它轉開 倒在我自己手上 你也可以用化妝棉啦 但是我就是比較懶 然後我就直接放在手心 然後這樣搓開 上臉 然後可以看到很快就已經被整個臉這樣吸收進去 然後它也不會同時就是dry out你的皮膚 感覺是很舒服的 而且它的香味超級香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味道 就有點很高級的感覺 擦過一下泡的那個片段 我用極光水洗完臉的膚況 大家可以看到使用完的話 你的臉就是會這樣很光澤 然後看到我的泡紅其實也退很多了 雖然還是有一點點 膚況我覺得也是穩定很多 就等這些東西消掉 就可以有比較正常的肌膚了 如果你已經決定要下手 或是你已經是極光水的忠實愛用者 已經使用很久跟我一樣的話 他們這次推出了一個霸容量組合 給大家比較一下 這就是霸容量250ml 整整多了100ml 如果你已經是極光水的愛用者的話 這個就非常的適合你 中年輕的期間呢 只要購買霸容量的極光水250ml 就會送極光水50ml 再加小黑瓶7ml 再加青春霜15ml 總價值呢是8103元 但是優惠價只要4950元 截然後再九折 折價後的價格是4455元 非常的划算 所以各位如果這次想要 在中年輕下手的話 就馬上出發吧 嗨大家 今天是風和日麗的星期天 從這邊可以看到現在陽光非常好 但現在很冷 大概只有10度左右 那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我們今天要去找馬克力吃午餐 然後在SOHO的地方 我要去退貨 去退一大堆衣服 就是這邊 大家看到的這些 為什麼我這麼多衣服要退呢 就是因為其實上個禮拜 我跟大表姐拍了一個 大家去年我們拍過的主題 就是幫對方買衣服 先不報了一說 他到底買了哪些衣服 然後我到底要退什麼 小小的劇透就是 我沒有照單全收 我還是要退貨的items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去SOHO 難得去SOHO不是逛街 是要去把我的錢討回來 這是我今天的穿搭 你們大家是不敢相信你們看到的 居然是羽絨衣 沒有錯 給大家看現在幾度 你們就會相信 14度 其實也沒有多冷 可是就是因為昨天跟今天的氣溫差不多 然後我昨天穿很多出去 我還是覺得很冷 所以我覺得保守一點 因為現在老的就是很怕冷 我就穿多一點 反正裡面是短袖 很熱的話 再脫掉就好 出門去找大家最愛的律師吃飯 我們到了今天本來要吃的店 今天很難得是我先到 因為可能我之前吃到太多次 他現在決定包覆我 所以我就算你還是已經遲到了 他也還是沒有到 然後這家店我剛剛去放的名字 他說 waiting time 就要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 所以我現在就在等他來看 要不要等 還是我們要去吃麵 不是我之前遲到太多次 你決定今天好好的報覆我 結果你還是遲到 我比你早到好不好 我剛剛很緊張 我想說 會不會你跟我說你要遲到 然後我最後還是比你晚到 欸他說 那個 waiting time 要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 不 不 我們現在在漫無目的的看 我們要去吃什麼 居然有這一天 走在所有路上 沒有東西吃 然後我現在打包小包 現在其實還很早 像是我剛剛七到八早多愛買一樣 去大俠平逛街 然後現在走在路上 你看 你看 Dance Dance 逛到被路人這樣講 結果我們又來吃 我們昨天吃過的 義大利餐盆 然後坐在這個很可憐的位置 等下每次穿 華麗高級的衣服的時候 都會做一些比較可憐的事情 所以我還是要小心一點 好啦 既然我們又坐下來 就是念留言給你聽的時候 馬克的臉還是膨潤了 就放心了 真的很可愛 不要再吸了 馬克太帥了 Ending的微笑 真的是心臟爆擊 馬克跳起來好看 羊羊就有點太用力 加油 OK 你不會再看到我跳舞 律師自己的頻道影片的Ending 也會有這種粉絲福利嗎 太可愛了吧 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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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太不要臉了吧 自己的頻道然後Ending這樣 不是很多人都這樣嗎 很多人都這樣 還有人說 我就是 一直說自己不會跳 但其實跳得不錯 很像是 考試前說自己沒念書的同學 那種人最慘的 可是我不是 我真的不是 馬克結尾 笑容衝擊 整個魂飛到外太空 同時看到那個飛文 又光速飛回來接飛文 你整個就是戀愛中的感覺 啊啊啊啊啊啊 有人說馬克是結尾妖精 你不知道什麼是結尾妖精 對不對 你要排舞 就是 韓國的音樂節目 或是那些團 或是那些表演王 然後最後再這樣 啊啊 對啊 對啊 你就會結尾妖精 你就會結尾妖精 然後有些人還這樣 然後又很喘喔 做一次 假裝很喘 就剛跳完 好然後給鏡頭一個飛文 哈哈 哈哈哈哈 吃飽了 我們終於要去退貨了 退完一家還比較強 先生先生 不要再逛街了 滴櫃還缺什麼嗎 就一個身體而已 想怎麼樣 天啊 蕭律師 不要再逛街了 蕭律師 不要再逛街了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我們走進來第一手 因為第一手今年 在時裝之後突然變成一個 很gay的品牌 他的那個品牌邀請函 是一個Bud Pluck 然後我們就很好奇 他們現在的風格到底變怎麼樣 所以就進來看了一下 怎麼樣 裡面藏了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去年一整年 找了一整個冬天 那種很長的幾乎落地的長外套 然後在美國都找不到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長的東西 想說穿穿看 欸不難看啊 我覺得你比我適合 我退貨退完了 我退了什麼呢 我就不贅述給大家了 大家到時候看到那個影片 應該就會很明顯的知道 什麼不該退 什麼不該退 剛剛那些東西是不是滿該退的 我只有看到一半 但是我看到的確實 好像是的 我們更期待呢 那我們就一起期待吧 然後我們現在目前都很成功 我們都還沒有買東西 我覺得要幫自己拍拍照 剛剛那件大衣如果好看一點的話 就如果不是Trench Coat的話 我搞不好 很危險 不能買衣服的挑戰 持續進行中 但他一直看到一些很好看的東西 究竟那間小馬克能不能全身而退呢 我的天啊 Mark 我的天啊 快一點 就跟那兩個模特兒站在一起 欸真的滿好看的 怎麼辦 各位觀眾 是不是真的滿好看的 馬克跟兩個名模站在一起 結果大家知道 剛剛那件他穿很好看的皮襯上 有多少錢嗎 他剛剛說多少 800多 算了 比他現在穿的Celine還要貴兩倍 那那隻皮 你也知道 目前 不花錢挑戰還是成功的 我們剛剛差點又下手兩間素T 因為他素T很好看 價錢又合理 菜質又很好 可是我們決定今天就真的先不要 我覺得好成熟喔 我們 對啊 我們長大了 我們又來到這個點餐 壓力很大的豆花店 嗯 可能應該是蒙冰 嗯 像他這樣就太慢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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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天啊 你要被盪了 歲月如梭 第二次來到這邊 已經在穿外套了 真的 上次坐在這裡的時候 真的是熱到棒 我們剛剛要回家了 然後發現這個很矮的女生 也在我們附近 我們剛剛就來找她 可以一起回家 很愛的女生 她今天出來跟新朋友 Hand out 現在很認真 在跟新朋友聊天 沒有在理我們這些男的意思 我說你一直跟新朋友聊天 沒有在理我們這些男的意思 那你叫做女生朋友 去吧去吧 好開心 Go ahead 以後再也不會跟你忘記了 哈哈哈哈 Oh my god 那只剩讓你陪我了 女生就是這樣 跟你的友情很薄弱的 用了就走 我就像個 免洗碗筷一般 哈哈哈哈 嗨各位 今天七百四 我現在剛下班運動完 我們現在去找馬克惠果 一起吃個飯 然後我們今天晚上去看一個Broway show 叫做K-pop 就是一個 以K-pop為故事背景的Broway show 然後今天是它 preview的第二天 現在紐約在下大雨了 最近天氣真的是 詭譎多變 然後我今天 居然忘記帶傘 廢話先不多說 我們趕快去扎地鐵找到馬克惠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講 嗨 這什麼鬼天氣 真的 好煩 但這天氣就適合坐在裡面看K-pop 我們現在在拍一欄 來跟大家科普一下 我們今天看的是preview 它其實是昨天開始的preview preview在劇場圈裡面的意思 就是在台灣的意思 就叫做彩排場 在一般的劇場界呢 如果我們只演一個weekend的話 才擺場的話就是禮拜四 如果是禮拜五open的話 就是禮拜四或一天才擺場 但是像是這種Broway商業的 長期的演出 他們的preview就會比較久 像可能就會兩個禮拜 甚至到一個月都有 這時候的票就會比較便宜 可是演出的內容 跟正式演出 其實基本上都已經會是一樣的 其實他們還保留最後修改的空間 比較便宜就會讓一些 有興趣的觀眾先來體驗 招集一些媒體來看 所以這時候review就可以出來 如果是很好的內容的話 就會偷而相傳 然後就會造成他之後 open之後漂白了他 但反之如果他的口碑不好的話 這個Broway就不會存在 在市場上很秀 這就是商業劇場的運作方式 劇場想像是 那我剛剛沒有講 裡面有fx的Luna fx的Luna 還有之前miss A的那個麵 還有you kiss的Kevin 你沒有吃過一蘭 沒有 他剛剛問我說這什麼一人一張 一人天一張 很屌 天哪 你知道這是我覺得全世界最好吃的拉麵嗎 真的嗎 真的 這是我到日本都還是會吃的 只是因為他平常就是要等太久 而且還很貴 但這種很貴的事情 就很適合跟你一起來做 大家知道美國的一蘭很貴嗎 你看他一碗拉麵要19.9美金 然後現在美金有這麼強勢 大家自己回去後來算台幣有夠貴的 所以現在去日本吃拉麵 比在紐約吃便宜很多 快點快點 是不是 你吃一口麵也吃一口麵 很好吃對不對 好好吃喔 你再這樣給我做假試試看 我現在就習慣了會做效果是不是 平常吃沙拉 然後現在來吃一蘭說很吃飽 奇怪的人 我們進來musical的場地 K-pop 準備好看K-pop了嗎 準備好了 他這個branding很直接 什麼都直接寫K-pop K-pop 武力舞台很近 我看完了 結論就是 我覺得這個show在辦會應該不會 都太久 歌很好聽 歌很好聽 下半場比上半場好看的 下半場很好看 上半場只用保留10分鐘就好 哈哈哈哈 我個人覺得 就是那些設計 就是舞台燈光服裝 裝法都很可惜 希望他們opening順利 可以再把我會火了長長久 但我自己個人是不認為 加油吧 加油 我們看完出來現在狂風暴雨 好狼狽喔 寸步那時候 而且我只有一個小魚 哈哈哈哈 誇你妹 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回家掰掰 哈囉新的一天 身為一個美髮系Youtuber 不拍我剪頭髮 來拍別人弄頭髮 今天跟大表姐來燙頭髮 欸你不能公布我最後長怎樣 你就不要狗 我不能公布你最後長怎樣 你就不要狗 所以我們等一下去吃飯我不能拍 好我把牌起來 他就是脫我的服 可以來弄免費的頭髮 上次也是因為脫我的服 可以去喝免費的酒 都是因為這家店 也是這個vlog前面一點點 就是我那天大過敏那天 在結帳的時候 那個設計師就問我說 你不認識女生朋友是Youtuber 我就說有啊 就他啊 他就說其實髮指怎麼樣不是重點 他長得漂亮最重要 哈哈 然後我就給他看你的IG 然後他就說 喔這個可以這個很漂亮 他有抓到重點 你不管髮型什麼 你只要臉漂亮都不會歪到那裡去 但是今天超刀的不是我的設計師 我的設計師今天休假 你設計師感覺很厲害 我的設計師比較大牌 他在幫大家arrange業配 因為他已經不需要 他說喔因為我那個Michelle Chau的朋友之前 知道我做我現在很忙 我需要我的設計師也忙一點 今天就陪他來點頭髮 他現在頭髮看起來捲到爆耶 像喬奇姑娘 然後期待他 我不知道 大家都期待他用完的樣子吧 還不能在這邊 他一直不准我給大家看 他的新髮型 但是很正耶 很好看 真的很美 不知道在堅持 大家要去看我的vlog 很美非常美 建議大家來這家 推薦大家來這家 推薦大家來這家 如果想看大表姐現在頭髮多美的話 請鎖定一個多月後的台灣vlog 為什麼我今天會專程來找他呢 因為今天是他回台灣前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我們現在一起去吃個晚餐 我們剛剛吃完飯 剛剛餐廳太吵了 所以現在他要搭電話條線回家 掰掰 祝你 在台灣 吃個禮拜後見 掰掰 被我抓來 被我拍業配的人 要跟我去吃飯 我們來到家店 然後那個服務生很漂亮 我們都有點害羞 就是剛剛走過去那個女生 然後還有血板 對他剛剛一直跟我們講話 然後越看我們就越害羞了 對 超美 我想要拍給大家看 但好美的包 但他真的超整 這家店也是普通 嗯 滿普通的 店真的好美 我剛剛真的要不要蠟暈 他剛剛到一半還去換衣服 然後把頭髮盤起來 就是 換裝 光做到一半 outfit change 我也想要當這樣的辣妹服務生 哈哈 大家是不是以為我們現在有什麼活動要接著去 沒有我們現在緊接著去吃隔壁的harps 完全沒有活動 完全沒有活動 一直在吃甜 30秒多還沒到就到了 各位 我們覺得小馬克今天又出了一個小包 一個小包 剛剛跟他 大家來逛二手藝店 他剛剛在說 我最近好想買東西 但真的不能再買 結果他買了一件Burberry的T恤 但是 他在結帳的時候發現 他的信用卡放在harps 他現在打電話問harps 如果我丟在那邊的話 我們就要再回走回去哪 很常發生那種事 你看你說要感謝我 如果我沒有叫你買那件衣服 你就不會發現 你可能到明天後天都不會發現 既然都這樣 那把剛剛的詹利皮跟大家分享一下 等一下 我覺得很划算 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Burberry的黑衣服 是我的火眼金金看到的 因為這個我穿不下 太小了 而且他只要69塊 就是一千多塊台幣 但我們覺得很便宜 很划算吧 跟他那個Celine比起來 真的是 過了20分鐘 我們又回來了 陪我們的大爺拿卡 恭喜喔 怎麼會忘記呢 問你自己 我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 有時候很多事都有第一次啊 有時候很多事都有第一次啊 就因為他忘了信用卡 我們跟他Celsea走十遍 感覺這條街走啦 我們今天走N吃 好吧 回家了 下次看來就是兩週之一 對啊 跟大家Kiss by 所以我們兩週之一 兩週之一 兩週之一見 有夠乖 掰掰 觀看